北京冬奥即将在下个月登场 包括了比赛场地 冬奥村还有各种软硬体的设施 都进入了最后的准备阶段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视察各个场馆 并且向工作人员喊话打气 这个号称史上最严格的 北京冬奥闭环管理模式 也在周二启动 但是海外多个地方 有多个人权团体 却是展开了杯葛 再加上彭帅控诉 性侵疑云以及疫情上的反扑 都让北京冬奥的阴霾仍然持续 北京冬奥将在下个月四号登场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选在周二 也就是北京冬奥倒数一个月 当天视察多个比赛场馆 并且向工作人员加油打气 而号称史上最严格的 奥运管理规则 也就是北京冬奥闭环管理模式 也在这一天正式启动 数千位奥运相关工作人员 包括志工 清洁员 厨师和司机等 率先进入全流程全封闭的闭环管理 禁止与闭环外的人员或环境接触联系 连负责采访奥运新闻的媒体工作者 也不例外 餐饮 银行 商店等等 一站式的生活工作的服务设施 服务设施和服务人员 也要根据媒体工作的时间 陆陆续续的进入24小时全天候运转 所有参与北京冬奥的国际人士 从飞机降落开始就展开严格的防疫管理 周二凌晨 从日本成田机场飞抵北京的两名冬奥相关人员 成为最先进入闭环管理的外国参与者 北京冬奥会身份注册卡 于1月4日零时起正式生效 涉澳境外人员可持身份注册卡入境 北京冬奥参与者下飞机后 需搭乘指定交通工具前往住宿与练习场地 尽管这些交通工具包含北京到张家口的高铁等大众运输 但北京冬奥人员将由特殊通道 以及专用车厢运送 与一般民众互不接触 为期55天的闭环和非闭环管理 对冬奥运输服务专用车厢和专用列车 严格做好通风消毒等工作 目前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 总共12个竞赛场馆已经全部完工待命 三个冬奥村也已经交付使用 赛事的各项准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不但奥运火炬等冬奥配件完备 各地民众更积极演练北京冬奥相关的广场舞来迎接盛会 而当中国大陆境内欢欣鼓舞 期待北京冬奥来临之际 境外的杯葛冬奥声浪却持续增温 周二在德国柏林 西班牙巴塞隆纳 瑞士日内瓦 还有比利时的布鲁塞尔 多个国际人权团体齐声呼吁各界抵制北京冬奥 让运动选手们倍感惊慌的 就是大陆网球女将彭帅控诉性侵事件 去年11月在微博发文 声称曾遭中国大陆前副总理张高丽性侵的彭帅 经理被消失 被献身 被报平安之后 上月底在上海献身 改口否认性侵 彭帅事件陷入罗生门 选手心里的不安全感反而更重 除了运动员忧虑 伊斯兰族群也罕见集体发声 位于伊朗的全球首个伊斯兰教跨教派团体 全球伊玛穆理事会 上周四发声明 谴责中方侵犯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基本人权 呼吁抵制北京冬奥 此外 中国大陆境内尚未平息的疫情 也为北京冬奥埋下隐忧 北美职业冰球联盟上月底 已经宣布不参与北京冬奥 加拿大奥会更在上周六 对北京冬奥可能遭疫情干扰 表达深切忧虑 在疫情 外交与人权等争议下 北京冬奥的未来恐怕人有坎坷 TVBS新闻综合报导